開完了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收到的一些 什麼樣的產品吧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PROGO的椅墊 那因為我最近我現在自己做的這個是 比較寬一點點的坐墊 那我常常會覺得就是骨頭 坐骨旁邊會覺得坐太久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常常就記得這個給我體驗看看 那這個就等到時候裝上車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然後 第二個是這個 艾達的耳機 那這個耳機呢是一個運動藍耳機 然後我如果你們有追蹤我IG應該有看到 我已經有先開箱了 就是 開箱 但是還沒有體驗過 那所以現在包裝看起來就 不會是原廠寄來的樣子 那盒子裡面就會有一個像這樣的袋子 他就是給你收納你的耳機 那其實原廠包裝來的時候 他會是裝在像這樣的紙包裝的裡面 那裡面會有一組就是他的各種尺寸的耳機 大小的耳套 但是我們目前就是用預設的 因為還沒有去實際體驗過 然後他的設計就是像這樣 中間有這個磁吸式的 然後有一點像鞋帶的款式 這邊還有愛點反光LOGO 然後背面這邊就是 調大小聲 還有那個 所以LOGO 大小聲都在這邊 然後配戴下來 來 就會像這樣 就可以掛在脖子上 然後跑步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直接拿起來帶 然後他是藍牙連接的 聽出來可以調音質啦 但實際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試戴過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可能會在IG上 所以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他們還寄了 很多 鞋子來 之前也都 有在IG跟大家分享過 這雙鞋子就 我自己覺得蠻特別的啊 因為最近不能出國嘛 他就有這個 行李標籤 他就有這個行李標籤 你就可以 讓你感受你 準備出國的感覺 就是通常出國都會把這個 掛在你的行李上 行李吊牌 然後還有一個 他幫我們做的登機陣 Jerry Lian 那這雙鞋的正面目長怎麼樣呢 就是一個 全白的鞋子 他是Ultra Boost 系列的鞋子 所以 主打就是走起來比較舒服的這個款式 那比較特點的地方是他這個鞋標的地方 會有 TP的字樣 就是台灣 然後後面鞋跟這邊也有 經緯度 就蠻帥的 整體是一個很白的 一雙鞋 但是因為他太乾淨了 其實我不太敢把他穿出門 所以就一直被我收在箱子裡 就是想說有重要場合的時候 再把他穿出門 OK這是我最近 前陣子收到一個比較特別的鞋款 好那第二雙鞋呢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的開箱影片 應該會看到就是 我開箱了一雙那個 ADZ Road Pro的那個 碳板鞋 那這雙是 他的 比較 其他款式 他是 ADZ Road的Boston系列 這是波9 那這雙鞋其實波8 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款式 就波7 8我是穿 黑白色的那雙鞋 他跑起來的跑感其實還不錯 那這雙是 就是波9 那鞋底就是全部都是馬牌輪胎的鞋底 然後也蠻輕的 後面是搭載的 這個是boost的底 那我自己是 還沒有把他穿來跑步過 所以這個之後也會 實際穿著過後在IG再跟大家分享這個穿著心得 但是他看起來 一看你會覺得怎麼跟那雙鞋子那麼像 其實他細節上會有一些不一樣 他前面這邊不是金色 他是粉紅色 然後做漸層的效果 這是我收到的第二雙鞋 好 然後 最近還有收到這個 這個是我在 腳踏車上的馬錶座 因為我現在的腳踏車是用4D 就是那種 空力型的把手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 原廠的那種 圓形的馬錶座 所以就有一個像這樣 從龍頭延伸出去的一個座 然後 還搭載了 就是可以 鎖 GoPro的 這個 腳架 所以你看我們 腳踏車上的這個320畫面其實就是用這樣的 馬錶延伸座去拍攝的 對 然後 再來就是眼鏡 最近也收到新的眼鏡 這是休閒款 這是 POC 的 WiO系列 然後他這隻是做有點是爆紋框的 雖然一開始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 哇 戴起來會不會太 鳥摸了一點 戴帽框吧 戴帽框是什麼 戴帽 戴帽是烏龜的那個殼 不是啊這個是爆紋啊 這是叫戴帽嗎 這個 是爆紋啊 戴帽啦 他原廠說是爆紋 你自己看他在燈 他在燈裡面 看得出來嗎 好啦不然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顏色 你們下面留言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是爆紋啊 戴帽 OK啦 然後他戴起來就是像這樣 休閒款的款式 就覺得蠻好看 而且版本是細框的 所以其實還蠻 就是靈巧的感覺 不會讓你覺得很重啊 很粗獷的感覺 這就是休閒的時候可以戴 那他的晶片也是搭載泰斯的晶片 而且 就是遮光效果也不錯 另外一支是 就有盒裝比較精緻一點 這裝就是 這一支就是跑步在戴的 那 這個系列叫做 CRAVE CRAVE 那他的款式啊 就是稍微的比較 他款式是長這樣 上下都有包框 那側邊看起來是比較粗框的設計 然後這次他走的是兩個跳色 就是直接黑變透明這樣 但其實他這個黑色也是有點透明的效果 那戴起來啊 其實你就會覺得 跟那個 腳踏車眼鏡戴起來 好像沒有那麼 笨重的感覺 因為這支真的輕巧很多 然後 他的 框也是比較流線型比較窄 所以在跑步的時候其實 戴起來就會非常適合 那我之前戴 腳踏車騎乘的時候的眼鏡 是一支叫M的系列 這個系列其實也蠻多人詢問的啊 然後 順便跟大家介紹 這是我原本腳踏車在戴 就是比較粗框一點的這個造型 那我腳踏車就是會帶這一款 就是 AIM的這個系列 對啊 現在跑步就有新的可以戴了 就是這個CRAVE系列 他就比較窄 但其實在腳踏車的時候 也是可以戴這款式啊 其實他也沒有衝突 而且他也很輕巧 你戴起來就會覺得 很像 你會忘記他的存在啦 戴這支眼鏡的感受 那其實他也記得 如果你們有看了我跟阿甘教練去 比拚這個武嶺前的前哨戰的這個練習的話 應該會看到我穿了一套 就是 POC的這個 車衣 對所以我已經有在影片露出啦 就是你們應該有看到了 那他穿起來的 效果就也蠻好看的 就像這樣 要縮小腹一下 是胖了嗎 不是胖了 裡面有穿一件衣服會比較緊一點 對就像這樣 也蠻好看的 然後他的車褲我覺得 也很好穿 就他的車褲的這個 服貼性啊 也是非常好穿 就是一整套的 然後 他的下面這邊也是做有 防滑的這個膠條設計 但他只有做一半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 就大概折一半起來 然後再翻下來 那後面這一塊其實都是材質沒有 那麼厚比較薄的 穿起來其實感受蠻好的 那服貼性也很好 最後就是 我也有一頂跟 琳達一樣的帽子囉 以前都是有看琳達那邊戴那個全紅的嘛 我現在也可以 有一頂了 OK 好啦以上就是 最近我收到的一些產品 然後 覺得累積太久也不知道該怎麼把他一支一支拍 所以就一次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有一些詳細你們想要看的影片細節啊 可以到 影片下面留言 那或許我會在IG上面拍給大家看 這些產品的細節 好 那就 分享到這邊囉 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些產品 感謝廠商們 我是你的家楊哲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兩台車 我現在要把這些車送去 去Stand 就是 這有我跟教練阿甘的車 我要先把車送去那邊 準備 上保護車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車 再去Stand吧 GOGO 要把車子 送去店裡面 很多車來了嗎 你就 好久沒來 阿甘教練為了要 去武嶺被電我 還用了一組 爬三輪 我沒有現在要換阿 直接用一組二十框高的 我沒有現在要換 耍心機喔 這就是我的那個 Day那台車上裝的那個輪組 終於搞定 接下來回家整理行李 準備出發 明天早上九點 準時出發物靈